老头只是深夜赶海 没想到身后竟窜出一只巨龙 还直接把他抓起来 紧接着巨龙将老头丢到不远处的船上 这时老头似乎在惧怕什么 等小帅上前查看时 没想到不远处的礁石竟开始动起来 这时突然船板开始剧烈摇晃 一旁的男人发现不对劲 似乎水里有一条巨大的生物 而老头瞬间意识到完蛋了 就在女孩往后退时 他的姐姐却惊恐发现 一只巨物突然从水里拔地而起 而这诡异里 让姐姐意识到大事不妙 于是连忙上前 紧接着将妹妹遮下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只火龙突然朝着他 船上的人还没放过 只见怪物开始袭击 好在巨龙牢牢抓住他的身体 紧接着老鼠拿起绣花针 直接刺进怪物的天灵盖 疼痛感让怪物瞬间上头 随后他轻轻一用力 将巨龙瞬间甩飞了出去 然而巨龙却没有放弃 可没想到竟被怪物直接吞进去 就在巨龙被不断撕咬下 怪物却将他摔在岩石上 眼看巨龙就要撑不住 然而他却突然喷出一口三味针 而怪物开始耐不住高温 竟一头扎进海里 然而就在这时 船上的人以为他们是一伙子 竟朝着巨龙的背上丢出小飞刀 这时巨龙见状连忙飞走 而他带着身上的伤 静直地落到一处海岛上 与此同时没有天敌的怪物开始长跑 紧接着下一人 眼看整条船都要被摧毁 这时小帅的星体到扫地 只见整条船已经被完全缠住 船体开始发生破裂 甚至船上的人已经站步了 此时怪物再次冒出脑 男孩意识到情况不妙 于是连忙疏散人群 可突然怪物近零面洗来 这时船上的船员开始奋力滑行 而小帅爬到龙口的位置 紧接着拿起身上的手电脑 而怪物瞬间被吸引注意力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只见怪物立即咬住灭亭的船跑 这时同伴以为小帅牺牲了 可等怪物扯下龙头时 此时的小帅成功躲过一劫 然而危机并没有结束 但小帅为了同伴的安全 竟再次吸引怪物的注意力 就在这关键时刻 女人突然射出一枚毒箭 瞬间射下了怪物的眼睛 可突然 只见怪物瞬间上台 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此时的怪物已经掩掩一息 但很快他再次恢复巅峰 紧接着朝着人类发起攻击 而这时男人立即拿起尖刀 将怪物的触角砍断 但没想到怪物正在破坏航台 眼看整艘船就要被拖下 而船员剑撞立即拿起长矛射向怪物 但这对怪物却没有实质上的作用 下一秒床板突然冲动 但却没有困住怪物 可就在这时男孩手上的剑突然亮起 与此同时不久前逃跑的巨龙突然睁开眼睛 可就在他起身时 没想到迎面走来一只狮子 只见狮子爪子轻轻滑动 而面前的巨龙竟也有了反应 伴随着狮子的不停滑动爪 很快巨龙身体被火焰覆盖 紧接着狮子一身目 加速了巨龙身上燃烧的速度 只见巨龙快速腾飞而起 下一秒静在火焰的覆盖下 男孩身上的封印竟被狮子解除 而他很快找到了宝剑 并在男孩的配合之下 小帅手上的七星剑瞬间被击呼 就在怪物扑上来时 小帅剑撞直接将宝剑刺进怪物的嘴巴里 瞬间怪物体内的能量被吸干 紧接着下一秒轰然倒闭 伴随着怪物的死亡 天上却突然亮起一道白光 最终七星剑会合在一起 被诅咒的人瞬间醒了过来 而小帅见到这些失散的人找到了家人 于是和同伴乘坐小船离开这里 很快他们来到意外发生穿越的地 原来不久前他们被油画所吸引 来到了这个奇幻的世界 而现在他们在和这些历经生死的同伴告别后 开始踏上了回家的路 最终三人顺着大海 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影片也至此结束 海仓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